介紹我們今天逆臨的嘉賓 首先呢是我們的舒馬家 黃秀光 黃先生 我們掌聲感謝他 接下來還有一位貴賓 遠從美國加州 慕名因為參加 來參加這次盛會的 陳竹提 陳老先生 那我們用掌聲來歡迎陳老先生 陳先生好 感謝呢各位嘉賓 在百郎當中 衝動清零今天的會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一一恭喜嘉賓上台 為大家祝賀典禮 司翼錦代表大會 為各位介紹 請各位以再次的熱烈掌聲 來歡迎他們 也感謝他們清零現場 關心我們這一次的 全球經典會考 緊接著 我們要請這一次會考的 評鑑委員長 陳龍仁 陳點傳師 來為我們說明會考的規則 以及應考的禮儀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恭喜 評鑑委員長陳點傳師 我們一起跟點傳師問好 點傳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委會的各位長官 社會選拔 還有教育界的先進人 各主線的前人 各位頂門師 還有各位敬愛的家長 特別是 我們在做每一位今天的主角 就是參加這次經典會考的 前選跟小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剛剛 安東到城的謝天燕 跟大家分享 一人讀經啊 可以將校地址影響一個家 大家讀經啊 可以將校地址影響一個國家跟社會 所以只要你發心讀經的話 對國家社會就是一份貢獻喔 那現在護學要把今天的評鑑辦法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這次的評鑑方式是以口試為主啦 那每一組的會考時間都是70分鐘 那每一組我們會依考生的人數 還有考試的科目的數目 平均分配給人會考生 那這次的評鑑方式喔 我們評鑑老師會依照我們大家 那個準備的那個金本 會給大家提示 一句到兩句喔 那各位考生就要接下去備送 如果備送的過程當中喔 你只要停留五秒鐘以上的話 我們的監考師之就會跟大家提示 但是不要忘記提示一次要小過一分啦 那備送過程當中如果說有錯字或是肉字啊 每一個字扣0.1分 大家會不會緊張啊 我覺得大家都很有信心的喔 那因為考試過程當中難免會緊張 但是不要因為緊張而忘了我們的考場的一個禮儀啊 所以在考前考後 我們要提醒小朋友們 要跟我們的評鑑師資要行個禮 要問個好 那評鑑師資啊 他們是最和愛可親的喔 他會幫助你們 所以你們不用緊張喔 那候選在這裡最後要強調喔 如果我們表現得好 千萬不能驕傲 如果我們覺得不如理想啊 我們要再接再厲 千萬不要棄民喔 所以候選最後要祝福大家都能順利 高分的動腫完 謝謝大家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謝謝我陳姐傳師的慈悲講解 相信各位考生們對於今天的評鑑方式都十分了解 在會考的進行當中 都能遵從評鑑老師的指示 順利完成這次的會考 希望今天來參加會考的考生 都能夠以一份自在快樂的心情 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當然也祝福所有的考生 在今天都能夠高重狀元 那在會考進行之前 我們麗麟會場的有我們監察院監察委員 洪德璇洪委員 那我們用掌聲來歡迎他 洪委員現在上台了 我們用掌聲來歡迎洪委員麗麟會場指導 關心所有的考生 開羅 馬上經典會考即將正式開始 在開始之前 讓我們恭請主辦單位代表 謝德祥、謝乾倫 和我們敲響開場羅 請謝乾倫就開羅位 全體請起立 全體請起立 請面向大臣點 現在 讓我們一起用最沉靜感恩的心 祈求至聖先師 必有全體考生 在今天會考 都能夠有一個優異的成績 每一個人 都能夠榮燈奔狀元吧 我們一起向至聖先師行三鞠躬 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全體請坐下 殿家 車子 站高 我們恭請前輪宣布會考開始 今天的讀經會考就從現在開始 各位考生們請注意 10點20會考評鑑時間結束 請各位考生保持肅靜留在原地等候 我們請接待主引導我們的前人 會賓及各位點傳師移駕到會賓室休息 會考時間要麻煩請陪考的管理人員 在大會進行過程中不要進入我們的會考區 跟各位報告我們的會考區除了一樓之外 還有我們二樓面向大淳鏈右邊的看台 所以請所有的管理人員請不要進入會考區 以免影響考試的秩序